今天这一排最大的新闻就是恒大爆煲啦是吧 其实我年几前已开始卖珠河那层楼 然后被人笑我啦 说卖楼傻仔来的 卖完还升高点呀 然后我再卖第二层楼 然后就再说恒大爆煲啦 就又出了一条片是写着 之前就出过那些片说枝爆啦 然后就提了一条片头写是恒大爆煲 有很多蓝丝或者靠大陆口卖食那些人就在这里笑我啦 哎呀你们不懂事啦爆煲还继续上升啦 傻仔来的 不过我再想想下 打烂人家的饭碗又不是这么好啦 我说了一次就算啦 你们听就听不听就算啦 人家靠这东西卖食我不停在这里唱 我自己没有什么得益的就免得再说这么多东西啦 还有我都不肯定一定100%会跌 虽然我99%觉得会跌啦 但也不是100%的就免得说这么多啦 我都心想都不用跟你们拗啦 没拗而已你喜欢就买啦是不是 我可能留言都这么说过 你喜欢就买啦那你就买啦 一年之后就有分效啦是不是 这些事实就放在眼前 现在事实就放在眼前就是爆了啦是不是 你别说那样都算未爆啦是不是 全世界那些全大陆人都去了那些什么总版 什么CEO办公室那里去追债啦 如果那样都叫未爆呢 那我都是平衡宇宙啦 大家都讨论不了啦是不是 爆了煲 不需要去拗的 那方面都说了是不是 恒大爆煲嘛 那一年前就卖了那些楼 将人民币转成港币啦 那其实现在港币已经转成英镑和美金啦 那就更加安心啦 那怎样可以换英镑和美金是有最美的汇率呢 是全世界最美最美的汇率呢 就要开一个Interactive Booker的户口啦 那IB呢 是一个美国差不多最大的online的证券商 那它也是一个外汇交易商 亦都是做这些机构投资者 是差不多全世界最大的啦 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交易商 那是全世界最美的rate 那是比汇丰呀恒生呀 渣达亚City那些好多的 那如果有大块钱换呢 就一定要在这里换啦 那在这里呢 这条link那里呢 就开回户口就行了啦 那有什么那么好呢 譬如啦 我今天刚刚去计的这条数 100万港币在汇丰换呢 就127,985美金 那如果你IB换呢 就换到128,501 多了500多美金 差不多4000的啦 那你换200万呢 就已经够买iPhone的啦 8000多的啦已经 那有很多人呢就说 喂IB很难用的咯 我不懂用的咯 没错 IB的desktopapps呢 是很难用的 那做人就没那么傻猪猪啦 那用回些聪明人的方法 那千万不要下载到desktopapps 用手机apps就行了啦 就是呢 我们现在不懂用电脑的啦 个人都用电话的嘛 那电话apps呢 就设计给普通人用的 就不是专业投资者用的 那很简单的 譬如这里啦 立刻示范一次 那你开了户口之后呢 那见到有些钱啦是不是 你进去啦 那这个呢我这个呢是假户口来的 啊说完了 那如果你没试过呢 它有个paper trade 假钱的 给你试机用的 那你就不用那么担心 你的钱按错了不见了 那些钱啦 有假钱给你玩 大富翁来的 那你练习好了 熟习了操作 我先拿这些真钱去玩 那你见到有广资啦 那你见到有广资啦 就进了下去 那进了之后呢 按convert convert呢 它就会弹了个对钱的画面的啦 那你广资有多少钱 你打多少钱啦是不是 然后选择美金五英镑那样 那譬如这里啦 200万 转做美金 那它就会即时的计给你看 200万美金 是等于200万港元 都是几千美金的啦 那你下面录一录 拉一拉画面呢 就立即和你对了的啦 方便快捷 简易 妈妈都会用 非常容易 不用这么复杂搞这个复杂的东西的 30秒就搞定的啦 那无论你现在是否想着现在换啦 还是以后换啦 都要开IB户口 为何呢 因为之前呢 人说IB要付钱的 10个月 10元美金一个月很贵呀 那现在呢它是不用钱的 它是永久地免月费 那你只要开了户口呢 放在这里 不用用住的 到你紧急 必须要用的呢 就可以立即拿出来用啦 为何呢 IB可以FPS入钱的 那你即时在这些银行FPS过去那里 一分钟 几分钟就见到的啦 那你可以即时呢 就用这个30秒的操作 刚才搞你啦 就转了成美金 这些钱呢 其实 已经去了美国那里啦 你即刻买一只美国股票啦 或者 那你可以即时提了那个美国的股票出来的啦 已经 那你钱即时已经走了的啦 虽然呢 IB还是香港的公司呀 他们 因为香港IB呢 营透政权是有office的 但你只要买在美股之后 将那个美股的股份提出来 那那些钱已经是成功过了美国的啦 那开IB的link呢 就是这里啦 那你未开呢 在下面开 如果开了呢 你也可以按进去 看多些它不同的内容啦 记住啦 如果你是我粉丝一定要够进去 够进去呢 之后呢 send whatsapp 给你的朋友介绍他们用 那呢 Margaret就有雪糕吃啦 那 爆了煲 那不需要 去拗的 看看哪个长命点 等一会就会发生的这些事 那可能这些博士有出片告诉我啦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前一阵呢还说 叫人家回大陆买楼的嘛 你回家回去买咯 那呢 大陆楼 香港楼 无论哪里有楼就算英国楼都是呢 日本仔呢就叫不动产啦 我小时候呢很奇怪觉得这个什么名字 什么不动产呢 奇怪的名字呀 很奇怪呀觉得这个名字 那现在呢 即是到人大了呢发现 日本仔这个名字实在说得太好了 啊 就是呢 不动产 你要动它呢就真的很麻烦的 即是不动如山真的搬不走呀 它是不动的 动不了的 你想搬是搬不动的 那一跌呢 就走不了的啦 即是 就跟股票不同一样的 即是 你不是等到最后一秒 跌了之后你还有得放的 就跟那些小价股一样呢 是完全无人接货 无人接货 就是无就是无的啦 你是 不是便宜一元就有人放的 便宜一毫子有人放的 你是便宜10%都是没人要的 那 想走都是没得走的 那 如果要走呢 就好像巴菲特那样 你 越升就越要放 一路放一路升 你才放得出的 它跌的那天是放不了的 三四年前那天呢我拍这个 去买楼啦 因为那时16年而已嘛 即16年大家真的无人会想到现在会变成这样 那时还是 带好一片河山 还好好的 虽然那时已经有 预测运动啦 但之后 都谈好数啦 都sort of谈好数啦 即是 两边都有 搞经济这样啦 ok 几好的 这样 就有些人觉得我是蓝丝喔 但我又不明白为什么我是蓝丝 有些人说 其实我条条片现在看回留言啦 条条片呢 虽然我blog了很多啦已经 那些大陆仔是骂到我PK的 为啥呢 因为我经常播红歌 那其实呢 不知大家知不知呢 其实大陆仔才最恨红歌 即是我听到我播那些歌唱祖国呢 他们即时叫救命呀 因为他们从小听到大嘛 即是说真的 很多香港人八十后九十后呢 我想直到是没听过 什么叫歌唱祖国 什么叫国际歌听都没听过 都不知是什么来的 他们不会觉得 很反感呀 是那些大陆仔才特别反感呀 因为那时歌唱祖国是共产党开国 那年呢 有个人就看到开国大典是非常之感动 就写了这首歌唱祖国 歌唱这个红色江山的 但现在呢 中国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嘛 是不是 即是我去买楼 是一个资本主义的行为来的 那共产主义是不应该有 卖卖楼宇炒楼啦 那我在一条炒楼的片里面 播一首 共产党的歌唱祖国的歌 大家不觉得是 是一个对立面来的吗 是一个共产主义 对立资本主义 的冲突来的啊 不知为什么大家觉得我是说 爱祖国啦 总之播红歌就是蓝丝啦 所以现在对了 习大大做得好了 打击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呢 就是外国势力入侵中国的精神拉片来的嘛 一定要打击它 不可以再被资本主义入蠢色 蠢色社会主义新中国 所以呢 支持习大大呀 人人扭扭住就好呀 扭用来住不是来炒的嘛 不过呢我放了先 总之不关我事呢 就OK 我先走 201617年那时就不知习大大那么激动的嘛 即是没人知啦是不是 到19年那时都不知啦 19年他只是很全力打击香港人而已 到2020年打击美国 是21年才知道他那么全力会打击 回自己中国经济的嘛 即是估不到的嘛 即是没人估到的是不是 2018年那时呢 即我都不知他会这样打击范子的 我只是觉得2018年中美贸力战的经济会不好 美国一定会搞中国的经济啦 好像搞俄罗斯、搞苏联那样搞中国的经济 搞坏你的经济那你就没得搞咯 这个是当初的想法啦 现在事实上美国也是想搞坏中国的经济啦 所以中国的经济现在就在坏了啦 才搞到所有东西都爆了厂啦 那到去年呢 其实前几年都看到恒大是会 没钱还的啦 因为我们15年那时呢 已经在想会不会卖债券 那天呢 去那些 那些什么bank那里呢 开户口卖值债嘛 然后那个朋友还介绍我买华融喔 我心想 你是不是瘋的呀 你知道华融是什么公司来的呀 华融就是当年四大行另外那些 国企将所有垃圾资产 还不到钱那些东西一次个撥下去 华融那里 之后 那间交行就变成了一个很英俊的公司 才拿去香港上市的嘛 因为它太多这些僵尸资产呀 死亡还不到钱那些 烂的债 即是 死亡的债券呢 那些资产是没人还钱死亡的资产 就不算资产变了负债 那样 他们将它package买一件东西 就扔了到华融那里 另外那四间银行就很帅仔啦 整盘数 即是收不到那些烂数就消失了 就扔了到华融那里啦 然后呢 那个RM叫我买华融收息 我心想瘋了呀 那些息收到回来本都不见了啦 那到现在啦 事实上亦都是 不行啦 华融都不行啦 即是你知道华融是什么 你就知道根本这个就是一个 堆填区来的 根本是迟早爆炸呀 你是无可能会 无事呀基本上 即是它急没事暂时没事而已 即堆填区迟早都会爆炸呀 那 所以那时我都没买到啦 之后恒大又是收十几利息的嘛 那天说金比和大佬很厉害呀 说十几利息呀 即十几利息 你看着都不对劳啦 是不是都不合理啦 即是我们那时常看哪些债券有很高息呀 那些什么 那些什么花样年不是爆了的呀 恒大未爆嘛 那大家都是看恒大是会爆的 只一个是未爆而已 那我上年也出过片讲过啦 那现在 上年是爆了一次 救得回 好像不知什么债转股嘛 即是 不用你还啦 即明明你是欠我一百万的 那现在你就不要还啦 我这一百万就变成了入股去你公司 我就明明是债主打算拿钱还的 怎样变成股东就拿着一百万股票 那一百万股票你很明显是换钱的啦 即是吃了它咯 好像去年就这样解决了 到今年终于都爆了啦 去年那些人说恒大不会爆 那现在就不用争啦 我免得跟你争啦 那我卖楼的人呢 都见到不对劳呢 说你们有得买很快点买啦 那有些人又叫人买大陆楼啦 那不知会不会害死多少人啦 那之后呢 因为他们说 喂深圳楼还在升啊 你又傻猪啦 卖完都继续还在升 为何深圳楼还在升呢 那时候我们都不明白的 即是 其实我都不明白的 为何还会升呢 即是大家看到什么中美贸易战呀 大陆那些经济呀搞不定呀 到那些什么政府政策呀 习大大说要打击楼价呀 打压楼价呀 防住不炒 那为何还会升呢 去到今年年头终于真相大白 原来那些深圳那些官呢全部都在做非法贷款呀 将那些经营贷拿去炒楼嘛 即是讲个故事啦 如果现时有些人不知道的话 经营贷呢就即是 原本借钱给你做生意的 那你现在借一块钱呢 又不是拿去做生意就拿去炒楼 最后啦现在全部捉了啦 全部炒了 全部顿了冬菇全部拿去 那些官不知拿去哪里堆田啦 那没啦深圳楼都即时收了皮啦 即是 你未卖到呢 现在我想起码都不见了三成啦 应该最少啦 但不见三成呢 是底那层而已 面那层呢 是没跌的的楼价 因为呢 现在是没成交嘛 没成交呢 就怎样跌呢 现在银行借钱给你 不准卖楼 你卖楼呢要去申请了才是准卖的 好似说试行着是不是 行啦 这个check box正在转啦 你卖楼呢是要去政府申请了一张文件 才准你拿去经纪行卖楼的嘛 现在想这样做嘛 好像一个城市试行了 即是如果他见到楼开始塌了开始不行呢 他们就会行这种东西啦 即是不准你买啦 你要国家批准了你才可以拿去卖 那卖多少钱呢 又是国家话事的 那一定不会不见了这钱 即是一定不会塌了 那市不会塌了 那市不会塌呢银行就没事啦 如果你想买楼呢 他又查你数 你的首期是哪里拿出来的 麻烦你可以详细跟银行逐条数跟你对 你这100万首期是哪里变出来的 麻烦你证明这100万你是合理合法地慢慢赚回来 你做生意有没有交齐税 如果你打工你怎样可以赚到100万 全部麻烦你给我查清楚 雷丽风行一定死定 总之不让你买不让你买 他想你买的时候就不查得那么紧咯 借钱给你咯 因为他不想你买的时候 总之调控着价钱 总之银行不借钱其实已经没得买了 即楼市一定是不会升的 即是你香港大陆都是嘛 你是借钱才买到楼的嘛 那银行不用出面讲的 即是暗减总之我不批你按揭 那市一定是 即刻急凍的 因为没人借到钱就自然没人买楼啦 没人买楼自然楼又不会升啦 那只要一招不借钱其实已经是 可以完全控制楼价 到他想升少少的人就放多些钱出来咯 那这个是资本操作啦 但大陆就不喜欢这些资本性操作的嘛 喜欢行政操作的嘛 是行政计划经济 我不喜欢这样暗减做 明做 明做就是 直接要拿permit才准买楼和卖楼啦 那市民不会下跌咯永远都是那个价钱咯 你有permit才准做这件事嘛 没有permit的时候就永远都是那个价咯 他一定要你规定要你那个价买 便宜些都不行的 银行有指导价嘛 你不可以便宜过那个价买 又不可以贵过那个价买 永远都是那个价 那不会下跌啊 不会下跌有什么好呢 不会下跌呢 就是银行原本拿着很多楼案的嘛 那你个价大家都知道呢 下跌下去就全部负资产咯 你们全部不供楼全部跳楼 全部躺平 那银行迷糊就没钱收 所以一定要保住楼价在一个僵尸的位置那里 那你们继续努力赚钱 继续供楼 继续去帮国家运作 那银行系统才继续运作的嘛 现在他是想做到这样的 是不是 即他不是想打垮楼价喔 他是想一定要保住在那个位置那里喔 好神奇地 总之不动 你们继续供楼 总之你们不要考虑炒他就可以了 你供的那些继续供 即是他做到做不做到一回事呀 那呢 但是呢 他搞一搞一搞一搞呢 即是你知这些事是没可能做到的嘛 搞一搞一搞呢 没人买楼了喔 没人买楼的地产商整副都是货的嘛 那就是听不到啦听不到呢 讲这条红铃买楼买楼是再半年前的嘛 所以现在地产商就死了啦 因为都没人买楼 其实本身经济是没钱买楼嘛 你不借钱哪人买楼呢 其实 年几两年前已经讲的呢 二手楼是很难买出去 因为一手楼是疯狂特价 那其实已经是顶多了年几呢 就是去买些 个个都买一手楼大陆呀 帮地产商还钱 因为地产商一停了一turn不到呢 就即时死亡啦 因为地产商是借钱 大家现在都明白啦 跟着Hannes 是不是能读呀 英国现在不会香港移人移民去 因为你们问英国楼会不会跌回 其实这个就很depend 其实大陆呢 现在它是 习大大想 提前督爆恒大这个bubble嘛 也不算是提前啦 其实你不搞它它迟早都会爆的啦 现在习大大就要强身健体 搞坏了所有的英文又不准教呀 教培行业又搞坏呀 跟着这些房地产商又要搞坏它 就是提前推坏的bubble 又不要大到其实都已经大到控制不了啦 大到填不了的汤才爆嘛 但现在其实汤已经大到填不了啦 但它是不想被美国搞到最美的人 才一次过全部一次过爆 但不知为何它现在要自己一次过爆 其实我都想是大陆hold得住这件事 就是如果它恒大那里一爆了呢 那些人都说是雷曼那样爆嘛 如果它完全失控地 疯狂爆炸呢 是全世界都一起有问题的 最好就是大陆hold得住只是大陆有问题啦 就是其他国家没问题啦 香港没问题啦 最好就是它继续得住啦 就是我都希望它继续得住 千万不要爆到全世界都是 就是它爆到全世界都是大家都很大事的 而见到现在其实它是反转角韭菜 就是怎样呢 就是全部有钱那些人借了钱给恒大 无论是供应商啦买楼啦 或者帮它打工那些人呢 是全部它将恒大那条债呢 就分散了给全中国那堆有钱的人 即是那些老板啦买楼啦 打工那些就惨点啦 即是将那条数呢 就分散了给全部打散它啦 一人硬一点 一人硬一点呢 就希望中国里面自己继续得住 就不要扔出去外国给外国继续啦 如果不是一爆都很大祸喔 希望它都继续得住啦 英国楼会不会倒呢 就是刚才有人问有没有骨牌效应呢 其实在大陆已经骨牌了啦 即大陆里面已经是骨牌效应啦已经 而且你全部那些又没人起楼 又没人买楼那些又没钱的又输了钱 其他人又不敢买楼 或者全部它欠着全中国那么多人钱 那里后面的再影响的经济活动是很多倍的嘛 即是供应商又找不到钱给那些货款给那些后面的物料商 那物料商又出不了人工 即层层递进都出不了人工 找不到数 然后全部人都不会消费的还买iPhone 原本等他找到数据才有钱买iPhone 出了粮才有钱买iPhone 现在又没钱买 粮都没得出 就算有钱那些人都按住啦 不过按住你拿着人民币都不知有什么用 反过来又 这个很明显是会有骨牌效应啦 但希望它可以抗讯着 在中国里面啦 即是不要爆到到处都是啦 希望 希望我都 很希望习大大可以解决到他国家的问题 这样就不会爆到全世界都是啦